世界秩序与被发明的中国 第五章 中华民族为何无法建构 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 保王党和革命党之间的冲突一样 新旧秩序的交替 必然会在不同秩序的支持者之间 爆发激烈冲突 中国近代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 建立满洲国的那些一老一少 他们忠于中华民国吗 当然不会 中华民国是大清的敌人 他们忠于大清皇帝 蒋介石说 共产党不讲道义 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要跟你讲道义 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它本来就是要推翻你的 你凭什么会认为 他参加这个民国就应该效忠于你 就应该对你讲道义 什么人能对什么人讲道义呢 我们如果是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我才对你讲道义 如果我们本来就是敌对的 那我为什么要对你讲道义 法兰西人如果杀了法兰西人 那是犯了谋杀罪 但他要是杀了德国人 那就是战争的一部分了 如果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法兰西的国民 那么我不能杀本国的资本家 但是我可以杀普鲁士人 如果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共产党员 那么我就应该跟德国的无产阶级一起杀自己国家的资本家了 我杀本国资本家 这不是犯法 这是一个战争行为 这不是不讲道义的 我答你 因为你是属于敌对阶级的成员 在这方面 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把概念给搞混了 他们总是用不同的概念来考虑不同的共同体的问题 我们必须说 毛泽东对这方面的态度还比较清醒 他有句名言叫做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句话翻译成政治学语言就是 第一重要的事情 是要划清共同体的边界 谁是你的自己人 谁是你的敌人 如果你按照蒋介石那种方法划分共同体边界 那么毛泽东就是乱臣贼子了 但在毛泽东看来 你本来就是阶级敌人 大家说文化大革命是搞大屠杀什么什么的 是多么多么野蛮 但是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战争权力的问题 他们杀的谁呢 他们在湖南道县 把有些在土改时期没有杀完的地主 富农 黑五类 或者其他什么什么阶级异议分子给杀了 他们不是无缘无故 见谁杀谁的野蛮人 他们杀是有目的 有针对性的 他们杀的 就是1949年建国的时候 没有杀完的那些阶级敌人 这是阶级战争的一部分 你说中国共产党特别野蛮和好 那么我问你一句 芬兰的白卫军杀本国的工人纠察队的时候 他曾经手软了吗 你如果把这方面的材料挖出来 就清楚了 在维也纳的街头 基督教社会党人杀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党人的时候 他曾经手软了吗 社会民主党的枪手在柏林杀斯巴达客团的时候 他曾经手软了吗 他没有 他不能手软 如果他手软的话 那么将来就不会有他的共同体了 只要共同体本身的边界还没有弄清楚 模糊概念是没有好处的 模糊概念只会造成一些统战对象式的上当受骗者 你以为你是 但你其实不是 像德国犹太人就是这样的 我以为我是德国人 我虽然是犹太人 但我也是德国人啊 我人在德国不走 但是在希特勒看来 你根本不是德国人 你就是敌人 你以为你是自己人 人家把你当敌人 那杀你的成本当然很低了 文化大革命杀死的那些人是什么呢 就是上当的统战对象 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你们何至于来杀我 但是在共产党看来 你明明是阶级敌人 你还冒充自己人混入革命队伍 那比赤裸裸的敌人还更加可恶 所以国民党的投降降临我不一定会杀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革命功臣的老革命 不杀你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一个人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生活的时空位置 你是不是处在一个游戏规则 已经稳定的时代 不仅在我们所在的中国 即使在人类整个历史上 可以说始终是和平少而战乱多 博弈正在进行的时间比较多 而博弈已经稳定的亚文态是比较少的 这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你把世界看成一种达尔文系统 那你就可以看出 达尔文系统的大部分时间和地点 都是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的 极少数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和地区 是在此之前长期博弈达到的平衡 但是破坏平衡是很容易的 维持平衡则是很难的 每一次当你以为现在的平衡已经建立 可以千秋万代的时候 新的不平衡因素又要出现 斗争是永恒的 而平衡却是暂时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真想清楚地认识世界 你就得承认 最好是不要把那些 你认为应该建立 但是实际上没有建立 而且不大可能建立的秩序 当作你所在世界的真实语言 应然和施然是完全两码事 个人伸张个人正义的结果 一般来说 就是延长了博弈和过渡期 使新的亚文泰达成的世界延长 在这个博弈期内 一切都是非常混乱的 你如果像德国犹太人 或者毛泽东时代的黑无类一样 对自己的共同体身份 有一个错误认知的话 那么 这无非是使别人在整你的时候成本更低 而你自己在博弈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同时 在新旧游戏规则交替的情况下 那就像陈寅克教授所说的那样 总有人两面占便宜 有人两面吃亏 新旧游戏规则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义务 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 国王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根据封建主义原则 我效忠国王 共和国来的时候 我又可以说 我根据民族国家的原理 效忠于国家 这样你就两头占便宜了 像富邪那样的机会主义者 就是这么干的 你也可以恰好相反 在国王快要被杀的时候 你可怜国王 说国王他其实不是 想要对抗法兰西国家 他只是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办事 不懂新规矩而已 于是你就变成反革命了 你可能和国王一起被杀掉 然后共和国垮台以后 你又站出来说 共和国那些人 也并不是一帮嗜血的弑君分子 他们只是想要 引入一种新的秩序 然后你就可能被愤怒的 保王党人私刑处死 这就叫做两头吃亏 你用这种原则来考虑一下 近代东亚的历史 我想我就不用举出具体的人名来了 上面这两种人写满了历史 大家可以自己按图所记 去查查他们各自的身份 看看他们干了什么事情 他们是怎样两头占便宜 或者是两头吃亏的 东亚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他博弈的稳定点很不容易达到 一方面是 负责给国民提供知识的知识分子 自己都头脑混乱 知识分子自己就没有搞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中华民族是两起超发明的 但是中华民国一成立 他自己马上就变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 改变他的政治逻辑 国民党起家的政治逻辑 本来是解构中华民族 把满洲人和蒙古人赶出长城 但是他自己一旦有了机会以后 他马上就把中华民族的一波 重新捡起来 说所有的各族群 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 我就不用再介绍了 但共同的特点是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企图 利用自己掌握笔杆子的权利 为自己牟利 故意制造模糊概念 知识分子尚且如此 政治家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主观条件 欧洲知识分子就比较诚实 可以说不仅仅是欧洲 大多数地方的知识分子 是相对来说比较诚实的 你看19世纪欧洲的情况 大体上来讲 如果他们是主张民族国家的 他们一生很少会改变主义 主张封建主义的人 也很少会改变主义 这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 边界比较清楚 认同比较清楚 我支持你 到底我是为了什么支持你呢 我想要得到什么 不想要什么 这一点至少是 人人都能够看得清楚 人人都能够都看得清楚 边界清楚 那么不易的机会成本 就降低了很多 边界不清楚 就等于说是 人人都是骗子 而且人人都把别人当成骗子 这样不易的成本 就自然高了很多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基本盘的问题 你要处理的基本盘越大 你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东亚这个基本盘 按照规模上来讲 跟日本和韩国不对应 跟英国和法国不对应 它相当于整个欧洲 你要让整个欧洲 从一种结构 转变到另外一个结构 你就会发现 它自己也要花 一百多年时间的 从封建主义的结构 转到民族国家的结构 从民族国家结构 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全民政治的结构 再从冷战以后这样转 如果以整个欧洲为单位 每一次转变 都需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 才能完成 但是你不拿整个欧洲比 你只跟一个具体的国家比 你只跟荷兰或者波兰 这样的小国家比 这些小国家论体量来说 只跟韩国或者台湾相当 跟整个大清的版图 是没法相比的 你如果把大清跟整个欧洲比 或者跟整个拉丁美洲比 你就会发现 其实大清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差 欧洲人从封建主义 转向民族国家体系 也是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 其中爆发了多次战争 对于西欧的国家来说 是经历了大革命 和法国革命的残酷战争 以后才建立的 对于东欧国家 大概需要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冷战这三场浩劫 才能够建立得起来 以这些浩劫的标准来比 从西海革命 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 冷战 直到现在的东亚 它付出的代价并不算高 根本上讲 时间上来讲 还没有东欧来得长 流的血也并不是更多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抬杠说 我为什么不跟美国人比 美国人没有流多少血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美国的前半部分在欧洲 美国历史的后半部分 之所以显得如此的温和和不用流血 是因为流血的部分 早已经在英国流够了 英国人在16世纪 17世纪流血的时候 按照他自己的标准 也是极其残忍的 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的英格兰王国总共也就只有几百万人口 他为了宗教战争和宪法战争 牺牲了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全国这个词肯定是错误的 在革命和战争以前 还没有什么英格兰王国 也没有什么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只存在有英格兰国王和许许多多的诸侯 是革命和战争造就了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王国的概念 同样的道理 法兰西民族是法兰西革命所造就的 波兰民族是缔造波兰民族的必次战争所造就的 不是说先有了波兰民族或者法兰西民族 然后才有民族的精英分子通过革命和战争的种种手段 把他们解放出来了 那是骗人的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战争和革命在原来还没有波兰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地方 把这些人造就成了波兰民族和法兰西民族 列宁之所以要造就无产阶级新人 他就是想模仿这个过程 认为旧的共同体不好 我们可以通过革命和战争把旧的共同体打烂 用同样的方法 用阶级代替民族 从而产生新的共同体 这才是二十世纪历史真正的关键所在 其他的一切其实都是浮云和枝叶 而由于你误解了体系本身的性质和博弈逻辑 用一连串多愁善感的废话去解释这些浮云和枝叶 结果就把本来很清晰的事情都给解释乱了 有很多事情一落到具体实例上 就能够讲得很清楚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